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那个真的是考临场反应 跟你脑中的知识的一个储备量 那我个人认为啦 我觉得中越在2018年 我面对过的所有对手之中 他已经是相对表现得最好的 虽然说每一个都不堪一击 但是他已经是这些杂鱼之中 表现得最好的一个人 那中越是比较可惜啦 就是明明在官办辩论的时候 洪生汉有出场 那他当时应该是在 好像也是第三场 也同样在第三场 那三年前的同一个场次 他其实是洪生汉出战 那用绿色共鸣行动联盟的名义 那当然今年这个洪生汉 已经是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了 然后他现在又假借的去 去英国参加COP26 然后回来还在隔离中 所以呢他就避战 逃避跟我的辩论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 因为在18年的那一次公投之中啊 我们就不断的去挑起提醒大家说 其实洪生汉 你不要看到外面是用什么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啊 他其实从2016年开始 他就已经是行政院能源办的委员了 他有官方的身份啊 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跟 社运圈的朋友讲 所以我在18年公投的时候 我不断不断的言必称 洪生汉委员 行政院洪生汉委员 那有一些社运圈朋友就很奇怪啊 为什么师兄你一直叫他委员啊 我们知道生汉跟民进党是走比较近啊 可是你为什么叫他委员啊 他现在也没有要当立委啊 我说我没有说是立法院的啊 我说是行政院委员 他那时候早就已经是行政院能源办的委员了 他在院里面开会的时候 他的话语权比当时的经济部部长李世光还要大 因为小英照他 林权也照他 所以洪生汉当时在行政院里面开会 他的话语权是比经济部长还要大的 那我讲这些东西 这些社运圈的朋友好像还真的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因为洪生汉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讲过 那后来在正式的辩论上遇到的时候 我也是言必称行政院委员洪生汉这样 宏大委员这样子 然后那次我觉得那次也蛮有趣的 我开头就点 绿色共民行动联盟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 从2015年当时蔡英文在竞选总统 然后我记得2015年出的时候 他把几个反核的侧议组织全部都找过去 包括绿色共民行动联盟 妈妈监督核奖联盟 找过去 然后说要拧一个小英的新能源的政策 就是后来到现在 一笑大方的2025非核家园 那当时这件事情其实新闻也有报 但是绿盟他们都会坚持说 没有我们就是公民团体 对不对 我们就是被民党找去 可是拜托圈子里面 谁不知道你们跟民进党的关系 而且后来2016年小英当选了 他也真的就把你找入阁了 对不对 虽然不是让你当部长 风头太大了 太引人注意了 让你当这种委员 你也不用去立法院备巡 对不对 但是你的话语权比经济部长还要大 对啊 然后在2018年公投辩论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开头就错他这一点 然后换成这个反方 洪森汉在讲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黄世修先生非常的恶劣 我绝对不会去说 黄世修以前担任过国民党的智库 帮洪秀柱竞选总统 多次的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宣扬这个以和洋律公投 这种下流的招式 我洪森汉是绝对不会用的 那大家听一听 笑一笑 然后中间我就辩论 然后我就把它修理得很惨 然后每一个论点全部都被打爆啊 尤其在会后的时候 下辩论台 我就跟洪森汉讲了一句 我说森汉 兵法讲地利 今天这个场子是中式 你不讲这些蓝营的支持者 还不知道我曾经待过国民党智库呢 你不讲他还不知道 我曾经跟国民党在一起开过记者会呢 但我就是一个公民团体 我没有入党 我也没有入阁 但是你呢 你可不一样了 绿蒙跟民进党的关系 这么的密切 现在全天下人皆知啦 而且你就是行政院的委员啦 大家都知道了 再强调一次 今天这个场子是中式 然后洪森汉就脸色一垮 就不回答我的问题了 而且那时候他急着走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更早之前 我还拿了一张那个 蓝与合肺签出的那个公投提案书啊 要他签 我就是这样拿着这张蓝与合肺签出的提案书 跟一支笔 那边晃啊晃啊晃啊 森汉签不签 签不签 蓝与合肺不是很重要吗 签不签 然后森汉本来不想回答我的 然后被我逼问了 他就说 有好的做法 我们都会支持 所以森汉你到底要不要签 你到底要不要签 有好的做法 我们都会支持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签吗 森汉 来来签一下签一下 很简单的 我们都很关心 蓝与合肺的签出 对吧 森汉来签啊 我再说一次 有好的做法 我们都会支持 然后他就 气冲冲的就 掉头就走 那掉头就走之后呢 我还把他换回来 哎 森汉 那个你的手机还放在台上 你忘了拿了 来来来 森汉 来 我帮你 我帮你注意到了 森汉 来你的手机 然后他只好 心不甘 情不愿的 转头过来 又走回来 到我面前 我把手机拿给他 先看录像小心哦 拜拜 你说这红山多气我 气到他可能很害怕 三年后的今天 又被我再一次 这样子的羞辱吧 所以呢 他今年就 逃跑到英国去 那现在已经回台湾了 正在隔离之中 就可以逃避 跟黄世纠之间的辩论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中越也是比较可惜啦 其实中越 当年这个表现啦 我是觉得比红生汉好的 而且好蛮多的 可是人家红生汉 有不分区可以当嘛 对不对 那中越就 我也不知道 他这几年到底 是混的什么样子 他一直挂着什么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 副执行长吧 好像是副执行长吧 那当然我也知道说 他们也是很 积极的在备战 所谓的核电帮的反扑 对不对 到底谁反扑啊 赢的是我们耶 通常都是 应该是输的那一方 要来一个卷土 重来来个反扑吧 我们是赢的这一方耶 科学在我们这边 民主也在我们这边 国际也在我们这边 怎么会是我们的反扑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总之呢 就是蔡中越 前几周吧 还有 这其实也蛮常到看到 她在媒体节目上出现 尤其是她好像看到那个 跟叶中光老师 或者是李敏老师 她们同台 据说蔡中越 好像也是被修理的很惨 被两位老师修 就大家 大家不要以为 就是你避得了黄世修 那其他像李老师 叶老师 或是王厂长 你不要以为 他们就是吃素的好吗 对啦 就是这些老师们 他们不会像黄世修一样 玩这些 常人不会玩的一些招式 我也不好意思讲什么 对不对 我这些招式 确实是常人玩不太出来的 但是 实打实的这个 核电知识 或是更广义的系统 电力能源什么的 你不要以为 两位老师 还有这些王厂长 他们是好惹的 对不对 所以据说啦 我是没有全看啦 我是看这些我们的志工 都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在讲 然后说 哪一天哪一天 那个李老师 在上节目 跟蔡忠岳对变 哪一天 叶老师 跟蔡忠岳又同台了 所以听起来 像最近忠岳 还蛮积极的 上节目去辩护 那当然也有 另外一个原因啦 就是 反方找不到人 反方都不敢出来 因为上周六的时候啊 中天自办了一场辩论 然后是二对二的 是二对二的 那当时中天记者是佩萱 佩萱也是监主持人 然后佩萱也是负责去找 正反方的代表 那正方的部分呢 他也来问我 我就说OK 绝对没问题 然后另外一位打档呢 他也很快就敲定了 就是敲定叶老师 所以正方的两位代表 很快就敲定了 这么多年来 只要是由正反 永和反和双方 对谈的场合 做谈会辩论 正方都是 很快就搞定了 但反方呢 就一直找不出来 据说佩萱到处去问 问了苗博亚 问了徐永辉 本来是要找徐永辉 本来是要找徐永辉 结果呢 徐永辉 打死不接电话 后来佩萱又传讯 诶 徐永辉 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 所以佩萱气到说 你如果没有办法出席 或是你不想出席 你就回一个讯息说 可能我那天有事 没有办法配合 很不好意思 你就堂堂正正的 回个讯息 给节目制作单位 就好了嘛 对不对 没有要为难你啊 对不对 可是你打死不接电话 然后传讯息给你 你又已读不回 你已读哦 你已读哦 你有看到徐永辉 你有看到哦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回都不回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后来佩萱气到 那一天周六 中天辩论完 最后最后 佩萱在收尾的时候 他还特别把这件事 讲出来 他说原本说要约 徐永辉处长 但是徐永辉处长 没有回讯息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 接下来能够邀请到 其他的反方 因为中天好像有 要办两场 一场是在上周六的时候 那接下来好像每周六都会办 那这个周六好像是要办 那个藻礁跟绑大选 好像要合在一起办 然后再下个 再下个周六 好像核四又要再办一场 所以我们核四有两场 所以可以看出来 其实大家媒体朋友们 其实真的都很关心 核四这个议题 那核四这个正反双方的辩论呢 我们也必须要 这个也不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啦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嘛 这个从前两场的 每一天四案的辩论里面 我想正反攻防最精彩的 不是只有我 反方也是 最精彩的应该 就是咱们的核四案了吧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同意吧 所以呢就是 媒体朋友大概也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各种自办的辩论之中呢 他们也不会想要说 我要不要特别在另外办个 什么反莱猪的正反双方辩论啊 或者是绑大选的正反双方辩论啊 这个办不太起来 也没有什么好变的 那但是核四这一案呢 就很有很有意思 正反双方 虽然反方的论点一直跳针 但是没有办法 但问题就在于说 明明不管是媒体也好 还是社会大众也好 大家都想要看到 核四案的双方对变的 这种精彩的交锋 结果反方就是找不到啊 所以那个时候上周 上周四五的时候 我那时候佩玄还在找人 后来又问了 好像听说好像问方简吧 但是方简好像不在台湾 好像在上海吧 你知道他上海生意做很大 都不知道谁才是中共同路人 赚人民币的 他其实是上海一个 一个商业集团的一个经理吧 不知道反正就 人家在对岸赚钱就对了 但我就觉得他到底是蓝蓝绿的 还是红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管了 然后又问问 问问谁 问苗波亚 还问谁 反正到处问 大家不是有事 要么就是看到正方的名单里面 有一个叫黄世雄 就不愿意出战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多么的够人玩 鬼见仇啊 对不对 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任何妖魔鬼怪在我面前 通通战 所以就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席出战 我也是很无奈 但最后呢 就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潘汉生 潘汉生 既然答应了 那我觉得还不错 虽然据说 他好像也本来不太想跟我同台 是节目单位呢 这个死劝活劝 拜托拜托 我们真的找不到人了 拜托 所以最后潘汉生才答应的 那另外一位呢 是杨沐火 杨沐火 大家就也知道嘛 多年来 但其实我是不太赞成说 因为你说其他的这些反方人士 他们至少还有自己一套论述 杨沐火是从头到尾都在跳针 比如说前阵子 你可以上看杨沐火 他也上了好几次的 东森 就是阿关的那个节目 那个 这不是新闻的那个节目 杨沐火也多次跟 叶老师 王厂长 李老师同台 事实上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是 杨沐火这个人就是 就是他反正也不管什么脸皮不脸皮的 他就是通通都到场 然后他每次呢 他的手法也非常的千篇一律 他每次就会拿一大叠 吓人的报告 都说是官方报告 可是呢 他每次都是只拿 中间 的检讨报告 然后跟你说 哪一行哪一行说有问题 你看说这问题好严重 和事实上会爆炸 你不想看那份报告是几年以前的 而且那是一份中间的报告 那个问题结案了没 改善了没 全部都结案 全部都改善了 而且他还断章取义 明明可能这整 这个整个段落 这讲的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情境 那假设了很多前提的条件 那最后做出一个评估 可是那个条件事实上并不是真实的 他只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最大 甚至那一段都不一定跟台湾的核电厂 都打得起来 他可能在讲 美国某个地方 某个地质的条件 在当地做了一个分析 然后杨沐火就说 根据这个美国核管会的 Shake Level 3 这个地震的评估 有几几几几几 你有没有清楚知道 那一个地震评估的模型 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 它推导的步骤是什么 它的结论是什么 你都没有讲 那不然就是 他在当民进党立委 陈欧波顾问的时候 他用委员办公室的名义 去跟台电要了一大堆的内部文件 他都拿这种内部文件 上面都写密件 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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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减的还是钉的 我不知道 他就拿这些 根据我手上这个台电的密件 他们内部的工程师出国的报告 这个有问题 燃料棒 移控系统 都没有验证什么的 都有问题要改进 台电自己都承认 那个是几年前的出国报告 你要不要讲一下 那所谓的没有认证 其实是美国核管会 本来就不需要认证那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移控系统 在全世界的核电厂 确实可能比较相对新 但是那一套移控系统 在全世界的火力电厂 已经用了很多年 但是核市场也不是全世界 第一座采用这一套移控系统的 核电厂 英国的Sizewell B核电厂 也已经在用这一套的移控系统 运转得非常的顺畅 那些火力电厂更不要讲了 运转太多年了 都是啊 那如果什么 你就一直在拿着 可能五年前十年前的 台电员工出国考察的一个报告 它甚至不是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研究报告 它就只是他们出国考察一趟 把他们所见所闻 得到了一些技术的文件 可以讨论的地方 通通都写下来 对不对 那未来可能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写下来 然后就一个一个去实行 杨木火每一次 就是拿这种东西来断章取义 不跟你讲成题条件 也不跟你讲中间的内文 完整内文是什么 也不跟你讲这个结论 它其实 其实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结论 但是他就是拿中间的一段话 你看台电员工自己内部 都承认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当然是崇尚言论自由 杨木先生你有绝对的权利 去发表这些言论 我觉得OK 可是媒体的资源 它是一项工器 它是社会监督政府 以及散布民众相关新闻资讯的 一个工器 它有一个公共性 所以原则上我是反对 让杨木火这样的小丑 浪费媒体资源的 我觉得你一个人的反合的主张 无论再极端 哪怕是方简 哪怕是琉璃娥 我觉得你请他上节目 我觉得都还OK 但是如果是这种 只会断章取义 跳针 然后没有新的招数 然后被逼问到最后 他就拿一个自己手写的板子 核电厂拼装车 一定会发生核灾 这种人有什么讨论的意义呢 对不对 你不能看他在节目上讲的 好像很激动 很有节目效果 但是你请这样的人来 那30分钟的时间 就浪费掉了 观众不会得到任何 真正有用的资讯 无论是正方或反方 他不会得到任何有用的资讯 你就是看一个小丑在上面 作秀做了30分钟 连娱乐性都不高 因为他讲话实在是 又急又跳针 但听他讲话很痛苦 如果你说一个人反和反道 非常的偏马行空 非常的幽默辉谐 那很好啊 对不对 这个可看性非常的高 对不对 他可以用各种的奉势 业余 黄世修啊 黎敏啊 叶宗光啊 对不对 把这些和电邦 骂得一文不值 但是他不带一点章字 那真的是个傲盖 那可惜我们没有看到 这样的反和方嘛 对不对 反和好像都是 永和方的黄世修 在干这种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要兼顾专业性跟娱乐性 因为呢 我本人是天秤座 我们天秤座 最讲究balance 平衡了 那对 所以balance 所以可能有点白烂 所以白烂白烂的 但是对对手非常有用 我觉得 你就让观众看到这些东西 才有趣嘛 你这公投辩论才有趣嘛 你不是让杨木 我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跳针 那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连娱乐性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我是反对 让这样子的小丑 浪费媒体资源 但是后来他们配讯 要跟我说 因为真的找不到人 第二个反方代表 超级难找 其实连潘汉生 都是死劝活劝 才拜托潘汉生 来上辩论的 那同样的情形呢 也发生在昨天周一 周一跟各位回顾一下 我昨天的一天的行程 我昨天早上 起个大早 赶到台大集市会议中心 因为林敏老师呢 他办了一个 用过核燃料处理论坛 其实在三年前的 乙和养力公投前夕 我们也办了一个 用过核子燃料的处理论坛 邀请了各个专家 有台电的 有原能会的 有学术界的 来讲说 其实各国的这些 核燃料 核废料 高阶低阶 储置厂 储存厂 要怎么处理 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 那既有的技术 能不能处理 怎么处理 都讲得很清楚 当然这些可能 比较偏技术层面 所以一般的媒体记者 比较不会写完整的 通常还是说 我们开场的时候 我跟几位老师 来一个简单一个记者会 表达我们的诉求 核废料 其实一直都有处理方法 是政治上 变成一个无解的问题 技术上 不要说现在啦 十几年前 甚至几十年前 就通通有解法了啦 所以我们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以和洋律公投的前夕 我们也办了 类似的这个论坛 那今年呢 也不免俗的 还要再来办一次 能办就多办吧 那因为根据民调 反对核四重启的民众 他最关心的理由 就是核废料 那我们也强调 无论你反核或永核 核废料都是我们必须 共同面对的问题 对吧 你就算要走向非核家园 核一二三 要除异 那那些用过的核子燃料 低阶的核废料 高阶的用过核子燃料 全部都要拿出来处理啊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办法 对核一厂的用过核子燃料 进行处理 无论是干除也好 还是其他的处置也好 核一厂其实是没有办法处异的 所以这边陷入一个吊诡 就是反核方一再炒作的核废料 无法处理 恰恰就是台湾无法实现 非核家园的关键障碍 因为你们自己煽动 这样的辐射的恐慌 导致了核一的除异 卡住了 那现在中央跟地方互推责任 新北市不给水保执照 中央认为你要先给 那新北市有问 那请问核二呢 中央又说核二 那之后再说 反正两边就是互踢皮球 但是我都觉得说这些东西 当然也不是单方面的对错 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 中央地方都有责任 但是呢 这毕竟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不是技术问题 你说什么 什么水土保持执照 你要跟我们讲 新北市政府要跟我讲说 那到底哪一点 水土保持需要改善改进的工程 要怎么做 你要列出来啊 你不能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有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有问题 所以我不给你过 那我们要怎么改 我觉得有问题 对 就卡着啊 就卡着啊 那我现在把你收回来 我中央的农委会来审水保啊 核二厂 当年中央就发公告说 核二厂干事储存的水保持照 有农委会 中央的农委会来审 新北就抗议啊 诶 凭什么这个核二厂是我的辖区啊 对不对 本来这个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啊 你凭什么是中央的农委 又那边吵来吵去 但是 交给你新北市 你就会审吗 或是交给你中央 你就会审吗 我们都 没有把握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 护踢皮球的情况 那这个护踢皮球的情况 就来自于那些反核常年煽动的辐射恐惧嘛 所以地方的手掌 你看像侯友仪 现在就装死啊 对不对 或像林之庙 我们之前也讲过 林之庙他这个人 他其实也没有想什么啦 他其实就是一个镇长的格啦 我以前小时候 跟我爷爷奶奶住罗东 他是我们罗东镇镇长 说穿了 他就是一个罗东镇长的格啦 他出来选县长的时候 那纯粹是因为陈欧珀太烂了 烂到无以复加 连宜兰的乡亲 就算是绿营的朋友 都不愿意投给陈欧珀啦 陈欧珀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 那也难怪他带出杨木火 这样子的一个顾问 这样一个助理啊 都是一个笑话 所以呢就林之庙 出来反对何事重启 我们不意外啊 反正就 我就问你嘛 现在还有谁反对何事重启的 要么是政客 要么是笨蛋嘛 就这两种嘛 对不对 我们不会言啊 对啊 好这些话可能老师们不太适合讲吧 黄熊就是专门讲这种话的啊 对不对 这种活着我来干嘛 对不对 反核就是反智 反科学 反人类 你看我每一次的辩论 我不是就一直在证明这件事情给你看吗 我非常崇拜的李敖大师 就说过了 我这个人的特长 就是骂你是王八蛋 我还可以证明你就是王八蛋 对啊 我每次不是在干这种事情吗 我骂反核是反智反科学反人类 我不是单纯的无端谩骂哦 我每一次都举出证据哦 比如说我上次讲的 我上次讲这句话是什么时候 我讲那个核四的外海断层这件事情 陈文山明明没有科学证据 但是他假设F1到F8全部都连起来 要干掉核四场 因为全部都连起来 断层长度就会很长 那他的地震动质就会很大 那核四的耐震就不够 那就可以把它废掉了 这一贯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这个剧本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没有科学证据 就直接假设相连 如果中央地调所采纳你这个不科学的假设 哇完蛋了 所有的建筑耐震的规范要求 翻天覆地大更动 因为北海岸有很多的断层 不是活动断层 是断层 但是根据陈文山的假设 就算不是活动断层 一样要把它假设相连起来 一样要假设它活动 哇那北台湾不能住人 更可怕的是 我告诉你中南部更不能住人 因为根据中央地调所网站的 那个GIS的地图 我刚才说北海岸 没有活动断层 但北海岸有断层 只是非活动断层 中部可不一样 中部有好多条都是活动断层 中冠 中部地区 跨线市的长度 你们一直在跳的 河市那什么S断层 那个两公里 两公里 而且是非活动 两公里的非活动 我们台中市 是有好几条密密麻麻的 中冠整个中部地区 跨线市 跨线市 然后好多条 那如果要做地质调查 我们台中应该先来做吧 对不对 还有我们台中有 天然气接收站 有除气潮 有输气管 你觉得接收站 除气潮 输气管 有比和市场耐震吗 如果来个地震 七级大地震 剧烈强震 你知道七级地震 是什么样的概念吗 你可以上一下 中央气象局的网站 那个震级的分级 七级地震 叫剧震 剧烈的剧 剧震 剧震 实际上表现在户外 那是三崩地裂 我不是讲成语 真的是三崩地裂 地是会裂开的 然后山可能有些山坡 土石会整个崩落的 是真的是三崩地裂 七级的地震是三崩地裂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知道七级地震 大概是零点几局吗 大概是零点四局 零点四局 就是三崩地裂 所以如果有一个七级的地震 发生在新北 共辽北海岸 我告诉你 台北市先回一半 台北市先回一半 核市场呢 屹立不咬 因为核市场的耐震基准值 就是它设计的最低的要求 就是零点四局 但经济部很贼 它现在对外都说 核市的耐震是零点四局 这其实是错的 我刚说的叫耐震设计基准值 那是最低最低的一个条件 但实际上核市呢 它的耐震是多少 答案是 在地表就有零点六六局 那它的反应器场房 是高达一点三二局 一点三二哦 刚刚讲七级的那个大地震 三崩地裂 真的地会裂开的那种地震 是零点四 是零点四 核四光是地表的厂房结构 就零点六六 反应器厂房甚至到一点三二 对啊 所以如果真的在北海岸发生 那种七级的剧烈地震 哇 台北市真的会先毁一半了 当年 921大地震 在南投浦里那一带 死伤惨重 那个惨剧可能 现在人可能比较没有印象 你可以找一些当年的一些新闻画面 可以找找看 那那个是921大地震 921大地震对三座核电厂 完全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可是如果像921大地震那种规模 放到台北市去 放到北海岸去 发生了这样的地震 真的台北市新北市会先毁一半 会先毁一半 但是对核四来说呢 0.4G 是我们在设计上的时候的 最最最最最最基础的 0.4G 七级大地震 OK 来就不 而且我们实际上还做到了 0.66以上 反应器是1.32 1.32VS0.4 你慢慢去算吧 而且更过分的事情 核四场还可以再加固 你如果不满意的话 再加固都没问题 所以就说 陈文山那种 你把F1到F8的断层 全部都连起来 我没有证据 苦无证据 你们都吃到呱吉口水 好就给你连起来 地震动值是多少 0.5几G 全部连起来 他妈才1.0.5几G 我地表那一阵就0.66了 但是你把那全部都连起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 整个北台湾的建筑的耐震设计 规范要求 全部都要翻天覆地大更动 双北市全面移平 所以我上次就证明给你看了 我们面对就是这群 丧心病狂的神经病 反核就是反智 反科学 反人类 我没有再跟你开玩笑 我直接证明给你 我在辩论场上证明给你看 对方就是反智 反科学 反人类 那刚刚我们说到 我们中部地区 有很多条 中冠的 跨县市 那个长度是跨县市的 中冠的活动断层 是活动的 已经确定它是活动的 低调搜网站上都有 公开那个GIS的地图资讯 都有 红色那好几条 又粗又长的 全部都在我们中部地区 经过我的家乡台中 对 那我们要不要做地质调查 要啊 而且从现在的地质调查 就已经告诉你 它就已经是活动了 对啊 那核市场呢 核市场目前的地质调查 做出来 它就没有活动断层啊 然后你怎么在跳那个 什么S断层两公里 要去去两公里 又不是活动的 那外海的那些 你用苦无证据 那脚胖上讲一句 那我们就花那么多的功夫 心思在那边跳来跳去 那不是神经病吗 你如果要地质调查 请你一视同仁 台中市也要做 高雄市也要做 每个县市中南部的 这些有大活动断层经过的 全部都要做 可是地质调查 是可以平行展开的啊 你等到八年后 十年后地质调查的 data做出来了 哪些建筑需要加固 哪个核电厂需要加固的 加下去啊 或者我们的中火 需不需要加固 我们的天然气接收站 要不要加固 台中港要不要加固 这你都要回答我啊 那在十年内 如果我们地质调查 还没有进一步的出来之前 请问是不是 我们台中市要整个搬空 不能住人 否则危险哦 我们要等到有完备的地调资讯 我们才能告诉你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请大家都先搬离台中市 我们这边要进空 那十年后呢 我们发现 其实这边 确实是有好几条活动断层 跟十年前调查的一模一样了 那大家可以搬回来吗 不行 因为有活动断层 不能搬回来 那我告诉你 福岛核在现在十年了 早就已经都可以搬回去了 几万个福岛县民 之所以无法返回家乡 根本不是因为辐射的原因 是因为当年的地震海啸 摧毁了家园 那多年来 他们在其他的县市 已经有了自己的稳定的生活 甚至结婚 生子 小孩子搞不好都上小学了 那你现在说要搬回那个 满目疮痍的故乡 确实是有一些现实上的困难 这很无奈 但那个你要搞清楚原因 跟辐射没有关系 那个是震灾跟海啸 还有现实的因素 跟辐射一点关系都没有 福岛核在十年了 其实要搬都可以搬 而且事实上也有一些福岛县民 并没有离开 他们一直都守着自己的家乡 还种田种菜 那卖到全世界 都有啦 现在世界各国也都开放啦 所以他们很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事 我们是在福岛 我们过得很好 请你不要把你的这些利益 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我们的家乡遭受过摧残 但最大的摧残 其实是污名化 日文叫风平被害 就是明明没有的事 其他人都说有 那大家就人心惶惶 就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福岛人 这叫风平被害 风平被害才是对福岛最大的伤害 而这正正就是台湾的反核团体在干的事情 他们总是把福岛描述成一个充满辐射的鬼城 那个地方都被辐射污染啦 有那么多的人都无法返回家乡啊 就算留在那里的人也被辐射污染啦 光说你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当年广岛跟长崎吃过原子弹 广岛援爆跟长崎援爆 原子弹爆炸释放出大量的辐射线 所以幸存下来的那些生还者们 确实遭受到了比较高剂量的辐射的暴露 那这辐射的暴露也不一定真的有事 但是在其他县市的日本人眼中 这些广岛人跟长崎人 就是被辐射污染的人种 所以当时就谣传说 哎呀不要接近他们啊 接近他们也会被辐射感染啦 或是跟他们结婚生孩子啊 会有畸形啊 突变啊 流产啊 等等的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他县市的日本的人 不敢跟广岛长崎这两个地方的人结婚生子 这已经近乎一种种族歧视了 种族歧视 那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21世纪 在福岛这个地方 又重新上演一次 风平被害 而且在隔着海洋的台湾 还有一群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总是把 这些刻板的印象 错误的印象 套在福岛人身上 为了要成就他们的名 成就他们的利 因为他们是反合团体 而且跟民进党相紧密的结合 他需要福岛人 做出这样子的牺牲 来成就他们的故事 这个故事当然是哀伤的 而且令人愤怒的 真的 我推动 可能谣言的澄清 也八年了 2013年到现在 八年了 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 令人愤怒 就是这群骗子 不断的在欺骗社会大众 你去消费这些日本福岛的朋友 你也在摧残我们台湾人的生活 你眼睁睁的放着 我们台中 有中火 燃煤 空污 每一天都在让大家得肺腺癌 都在残杀我们的乡亲 每一天都在杀人 你跟我说这是可控的 你跟我说这是安全的 你跟我说这是可处理的 我头都想把你拧下来 你现在就是在屠杀我们 然后你整天一直在跟我跳针 S断层 两公里 对 在核市场 没错 两公里 然后呢 你敢不敢在我们台中人面前 讲断层这两个字 我们台中市就是 他妈的一大堆活动断层 而且长度是跨县市的 他妈两公里算什么 而且还是非活动断层 中央地调所的报告 你们在看 你是不是字 你整天跳这些东西 然后在我们台中 燃煤的燃气的 接收站除气槽 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 到处都是除气槽 怎么样 我们台中人命不是命 我怎么讲到这点生气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 有中部的社团 自称是中部的社团 十几个 十几个 我念几个 挂在前面的 中台湾教授协会 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好民文化行动协会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 这几个 不都是民进党的外围组织吗 你是当我们没有混过政治 是不是 这点尝试你应该有吧 你派这些人出来 你是什么意思 十几个社团 都是你民进党的侧义 你当我们真的看不出来吗 然后他们今天早上 在台湾大道 开了一个记者会 说中部社团要发声 反对重启核四公投 采访的重点 这是一份采访通知 台湾即将在12月18日 重启核四公投 这个中部十几个社团串联 认为核四公投是个假议题 所以共同站出来为台湾发声 谁能保证台湾不会因为人为舒适 地震设计垂陷等等 引发核灾目前核四已经有几个 值得关注的议题 第一个中央地调所已确认 核四厂下方有一个长达两公里的S断层 贯穿厂区核四耐震设计 0.4G已不足 刚才就讲过了 中央地调所的报告 完整的内文写的是S断层 不是活动断层 而且才区区两公里 你们这些人真的住台中吗 我十分的怀疑你们真的住台中吗 两公里的断层你们在叫嚣什么 他说核四厂的原耐震设计0.4G已不足 这不就是经济部混淆视听的缩帖吗 我刚说了核四的耐震设计基准值 是0.4G 是7级的超级地震 7级 可是那叫设计基准值 就是你最少最少要给我做到这条线 但核四厂实际上做到多少 做到0.66 比7级大地震还要强 还要坚固 反应系厂房真的做到1.32 我都没有想象到1.32到底怎么做的 你们还在拿这个0.4G 那边招摇撞骗 混淆视听 第二点 核四厂因为分包的关系 建造时间长 零件难以整合 重启需投入800亿元以上的资金 10年以上的工程时间 耗费时间长投入资金庞大 预算的部分 哎呦他们才只喊800亿 这应该是他们没有update到资讯 800亿是2018年那个时候 经济部喊的数字 乙和养率公投过了之后 19年20年他们喊的是1000亿 今年要公投了 经济部现在说核四重启要2000亿 所以你们这一群十几个民进党的社团 你们手上拿来资料还是18年的 人家喊家都喊到框2000亿了 你们还在那边800亿 800亿不算什么 我第一场辩论会我就算给你看了 核四一度电一块多 我就跟你无条件金位算两块 太阳光电一度电五块多 我就跟你无条件舍去 算你五块 我两只手那么让你 两块跟五块差三块 三块乘上每年核四发200亿度电 那一年就可以省600亿的替代成本 你追加预算 不管是我们说的500亿也好 你现在拿旧的版本经济部喊800亿也好 还是今年经济部竞标喊到2000亿 给你框2000亿都好 一年省600亿 核四如果商转一年省600亿 白花花的新台币 你框2000亿600亿花几年赚回来 三年多就赚回来了 核四的建厂成本3000亿 我商转五年就赚回来了 但是如果不商转 台电是直接破产倒闭的 台电的资产一兆多 台电的负债也是一兆多 中间的累计亏损 已经2000多亿 那台电的资本额是3000多亿 所以核四的这一笔账 如果任劣亏损 啪加上去 台电就破产了 台电破产之后会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刚刚说了台电旗下的资产有一兆多 对吧 很多都是火力电厂 火力电厂是赚钱的金鸡母 当然政府应该会出钱救 但财团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定会把握这个机会 用他手上的债权 对台电进行清算 台电旗下的这些资产 就会落入财团的手中 好那你想想 台电现在这些所有的火力电厂 都落入了财团的手中 无论这些财团要把火力电厂发的电 卖给台电再卖给你 还是财团要直接把这些电 因为火力电厂已经空在我手上了 以前台湾的电力都是在台电供应的 现在你得找我 你得找我 找我买 你觉得财团会像台电这么好心 亏本都要卖你电吗 拜托大家都出过社会 在商严商 我们也是要赚的 而且我赚利润那个%数 绝对不跟你手软的 台电有他们的供电的责任 国营事业 他们其实没有说 真的要赚你那么多钱 有时候是亏本的卖电 每多卖一度就赔一分钱 但他们是咬着牙 供着电给我们用 财团会这样子做善事 做佛心来的 你去做梦吧 还有那些空污的问题 现在你还可以去骂台电 你中火配合降载 空污改善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但如果这些火力电厂 全部都在台团手上 你骂他 你要求他 你对他施压 你施什么压 你施什么压 连立法委员都没办法 直接管到这些财团的电厂 他们又不是像台电一样的国营事业 所以他说很可怕 电价的问题 空污的问题 财团可没有像台电这么好说话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核四这个议题 在过去这么多年 只有我们这种 无党无派 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愿意出来说话 回起来有点傻 平白无故 冒着被政府查水表的风险 站出来讲话 反过来那些风电光电 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些 打手 侧翼 网军 都会不断的造谣 为什么 因为那个才是有利可图啊 你不要说 我好像讲的都非常的现实 人性非常的黑暗 因为现实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现实 你出过社会在江湖上混过几年 你就知道 很多事情 驱动人性的就是一个利字 我不是在教你厚黑学 我没有要讲那么多厚黑的东西 我不是在讲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人性 就是利 绝大多数人是被利益所驱动的 而那些极少数不是为了利益而驱动的人 那些人你反而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像黄世修 这个人又不爱钱 又不爱出名 虽然他可能小有名气 你用名用力都无法引诱黄世修 那请问黄世修在不在你的可控范围之中 他不在 所以黄世修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 你控制不了他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他思考的逻辑完全挑出你的想象 但绝大多数人 确实是被利益所驱动的 好这样也不会卡 好这样又卡 这样也会卡 我明明没有讲那三个字 好不管了 反正就 对下午五点 下午五点是我们核四这个案子 我对蔡宗岳 那你们要补课 补课也没有办法